本口越來越老 現在全球也深受極端氣候的影響 美國德州受到了極端氣候的衝擊 發生了空前的大停電 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教訓呢 而財經專家丁學文 今天要解讀時代雜誌的專文 提醒大家不能再光靠經驗法則 而要做好準備 隨時應對出人意外的挑戰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還是這一期時代雜誌裡面 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事實上大家知道 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國 或者你很熟悉美國 現在美國最大的事情 還是德州大停電 給大家的一些啟示 時代雜誌這一期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寫得非常到位 而且非常有美國的論點 它的文章的標題寫的是 德州大停電給美國的一個啟示 事實上這次德州大停電 對科學家來說 它一點都不足為奇 因為在十年前 他們就已經提出了很多 警告認為美國在氣候變化的因應 做的其實是不夠的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去年加州就因為天氣太熱 有出現過斷電 可是我們人 基本上習慣用過去的思維 應對未來的變化 我也常常有一個口頭禪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而事實上我們看到這次德州大停電裡面 凸顯出來幾個問題 首先美國 它德州大停電是因為很多的天然景 它的硬化處理做得不夠好 所以當暴風雨來的時候 其實氣象學家是有提醒的 可是基本上他們沒有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 那另外第二個 就是整個全世界氣流開始發生變化 以北極來說 本來北極是最重要一個調溫的一個buffel 可是隨著氣候變化的發生 其實北極的調溫的能力也越來越弱 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在警告我們 氣候變化還有地球變暖 其實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 可是人就是習慣 基本上用過去的想法去應對未來 即使科學家提出了警告 我們還是不夠認真去面對它 而這件事情給我們的啟示就是 用舊的思維跟方式 應對未來新的時代 絕對不受用 我想這是時代雜誌給我們一個 非常質地有深的提醒 我們一定要注意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時代雜誌的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